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慕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最大的成熟 咽得下委屈,收得住情绪,弯得下腰板 文章来自动读,让我们一起来听 三毛曾这样说过 世间的人和事来何去都有他的时间 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修炼成最好的样子 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就好了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定要学会成熟起来 因为只有变得足够成熟,才能够变得足够的强大 然后在自己掉入人生低谷的时候 默默地修炼自己 咽得下委屈,收得住情绪,也弯得下腰板 从而悄悄蜕变,逆风翻盘 因为只有不断地打磨自己,潜心修炼,默默耕耘 才能厚极勃发,一鸣惊人 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将自己修炼成最好的模样 然后静静地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的人生 咽得下委屈 其实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多多少少的委屈 纠结和痛苦 所以一味地让委屈,纠结,痛苦,干扰着自己的心绪 那就无疑是在消耗自己的心态,浪费自己的心情 最终让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变得一文不值 作家刘振云说 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 一推敲,渐渐都藏着委屈 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会明白 如果斤斤计较,不断地推敲所有的事情 那么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负能量的一面 甚至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委屈,越来越愤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天生就是坚强的 也没有人一出生就是王者一般的存在 唯有不断地在所有事情上,所有问题上修炼自己 不断地咽下所有的委屈 我们才能够撑起格局 最终才能够铺就自己脚下的路 很多人认为,因为别人 因为外界而咽下的委屈 就是让自己受苦受累 甚至是自尊心感到非常的摧残 以至于让自己的面子得到了极大的侮辱 觉得自己很无能 可实际上,一个人越是咽得下更大的委屈 往往就能够成就更大的未来 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成就 就是靠委屈喂养起来的 杨将说 人呀总要咽下一些委屈 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 继续往前走 始终要相信 自己当下咽下的每一种委屈 日后都会成为 自己变得日益坚强起来的底气 同时,也能够让自己的人生 变得越来越有养料 越来越顽强 只有让自己一心一意 朝着心目当中的方向前进 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说 暴风雨结束后 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当你穿过了暴风雨 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 所以,大胆 大方 大气地咽下委屈 就像是勇敢地穿过暴风雨 从那以后 自己也真正得到了成长 走向了成熟 变得强大 收得住情绪 其实,一个人正是因为脾气大于能力 所以才收不住自己的情绪 最终,情绪的负能量一直包裹着自己 也就无法挖掘出自身的优势 更无法通过长期以来稳定的输出来成就自己 负面的情绪就像是鞋底的李丽莎 每走一步都会觉得痛苦 罗祥老师说 你注意观察你的周围 所有动不动就生气的人 没有一个是聪明人 而且生活都过得犹如一团乱麻 深以为然 很多人正是因为很容易生气 动不动就情绪化 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 更不可能有远见来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而导致自己越来越吃亏 所处的环境也越来越被动 最终,生活一地鸡毛 鸡飞狗跳 每一天都过得一团乱麻 曾世强曾评价那些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 很多人觉得情绪没法改变 认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 的确,很多人 哪怕意识到了自己情绪上的不好 不该之处 但是转眼之间 他们又会觉得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根本没有可能 也没有必要去改变 最终得过且过 喜欢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一些选择和应付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有这样一句话 人只要一堵上气就会忘记了事情的初衷 只想着能气着别人就好 却忘记了这样也会耽误自己 其实一个人不管是情绪化 或者说跟人赌气 甚至是跟自己较劲 都是一件非常消耗体能的事情 最终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心累 越来越疲惫 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庄子有言 人末渐于流水 而渐于止水 为止能止重止 做人做事 唯有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心境 收敛得住自己的情绪 才能真正足够理智 理性 才能够拿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去做出相对硬的改变 经历的事情多了 应付的问题多了以后 那么整个人就会变得更加有经验 有阅历 从而心如止水 生活才可以收获到一种幸福安宁的境界 弯得下腰板 成熟的人会弯腰 就像成熟的倒鼓会低头一样 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 或者说遇到多么大的挑战和难题 都应该保持着一种低调内敛的风格 拿出成熟稳重的形象去对待 南怀锦曾说 时间教会了我们成熟 成熟让我们学会了弯腰 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非常睿智 不管自己处于一种怎样的层次上 他们都懂得低调 做人低调做事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也要弯下腰来善待身边的人 半山文集里说 人一旦到了中年 剩下的时间就不够拿来忘却的了 凡事能往生命里来的 都必须是认认真真的事 中年人的世界 本身就是充满了压力和愁苦 如同囚渡在一个汪洋暗潮的海底里 不过也正是因为难 因为迷茫 所以自己更应该拿出自身的力气 底气 勇气以及魄力 去创造精彩的未来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